学习计划怎么写 第一,制定学习计划,要有正确的学习目的 每个学生的学习计划都是为了达到他的学习目的服务的 正确的学习目的是正确的学习动机的反应 它是推动学生主动积极学习和克服困难的内在动力 第二,计划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,全学期学习的总的目的要求和时间安排 二,分科学习的目的要求和时间安排 三,系统自学的目的要求和时间安排 优秀中学生的学习经验表明 在制定分科学习计划时要注意两点 要特别重视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 语文和数学三门学科的学习 学好这三门学科是学好其他各门学科的基础 学习要有重点,但不能偏废某些学科